第九十一章 描绘着美人图案的灯笼落在地上滚了滚 烛火瞬间把灯罩吞没 火苗窜了出来 一阵焦臭味传来 这一切发生在果光电视之间 管事婆子闻到焦味尖叫了起来 不好了 主言姑娘头发烧了 快快 屋里的人快端水来 这个时候针线房的丫鬟婆子们正在洗漱 有个婆子正好端着洗浇水出来准备到 见院子里一片混乱 其中一个人头发还冒着火 当下也没有多想端着洗浇水就过去了 哗的一声 一盆水对准竹檐的头泼了上去 闻到某种奇怪味道的人也晕了 满院子的人鸦雀无声 清歌回头看一眼情况 淡定的转身 扛着马婆子飞快走了 到了清风堂 清歌面不改色气不喘 大奶奶 婢子把配线婆子带来了 罗天成看清歌一眼 心到这丫鬟倒是天赋异禀 有机会可以让他恋恋 真妙挑眉 怎么 他不愿意来 嗯 二夫人院里的猪眼过来了 别找他 他就要跟着走 清歌有一些委屈 可明明是婢子先去的 他们都不懂得先来后到 婢子就直接把他带回来了 坐得好 真妙笑眯眯点头 罗天成眼中闪过深思 哪有这种巧合 这边刚要找马婆子 那边也去找人了 他只慢了一步 这说明 要不就是田氏派了人间式真线房那边的动静 要不就是清风堂这边 有人给新元同分报信 可满院子的人 除了真寺的陪嫁丫鬟婆子 其他人已经勒令不得随意走动 到底是怎么传递消息的呢 进来吧 罗天成看马婆子一眼 然后道 时候不早了 清歌 也先服侍大奶奶歇息 事情紧急 他要尽快让这婆子吐露直请 有一些手段不宜让真寺看见 清歌走到真妙身旁 大奶奶 那个猪颜 他来追鼻子 不小心跌倒了 无妨 他提的灯笼起了火 把自己头发扰着了 低沉的笑声响起 真妙抬头瞪了罗天成一眼 忙问 人没事吧 清歌回忆了一下 不确定道 应该没事吧 鼻子看到有个婆子 端着洗脚水 把火泼灭了呢 罗天成肩膀怂动起来 又不好大笑 在下人面前失了微信 只是 他实在是有一些省不住了 为何自从真寺进了府 他原以为的 步步惊心什么的 统统不见了呢 真妙小心翼翼地问 他怎么跌倒的 他来拉鼻子 鼻子躲开了 他扑了个空 就跌倒了 那就好 真妙长舒一口气 走 去烟塘 老夫人 大奶奶来了 想要见您 红喜进来禀告 老夫人指着了中医 红福立在身后 给他散头发 这个时候 老夫人剔头看看 把大奶奶请到烧间 是 红福退了出去 红福机灵地拿起架子上 搭着的一件酱色的福字 不断纹装花被子 给老夫人穿上 扶着去了烧间 祖母 真妙扑了过来 拉着老夫人衣袖 仰着头 闭眼盈盈盈地望着他 这是怎么了 老夫人强忍着 把手甩开的冲动 儿子媳妇们就不说了 那些孙子孙女 自幼听着他 上阵沙迪的故事长大的 别说拉衣袖了 他就没有见过 哪个对他撒过娇 记忆中 唯一拉着他撒娇的小人 就是他那早逝的长女了 是的 郑国公老夫人 除了四个儿子 还有一个最大的女儿 只是那孩子 不过几岁就没了 渐渐地就被人遗忘了 老夫人想起往事 心里有一些酸 看着真妙的眼神 就不自觉地带了联系 原本因为不习惯 奔得紧紧的身子 渐渐放松下来 若是袁姐还在 现在的闺女 都比大郎媳妇还大了 祖母 孙喜可能惹祸了 真妙眨了眨眼 姨父做错事的样子 怎么了 和祖母说说 真妙命的沉 因为秋仙的事 大郎知道了 发作了一些下人 据有下人交代说 头紧的那丫鬟 还有一个干娘 在针线房做事 孙喜就叫一个丫鬟 去叫人了 没想到二婶 偏巧也派人去叫那婆子 结果 结果 怎么 两个小丫鬟 争执起来了 老夫人松了一口气 只是下人们淘气 算不得什么 真妙低了头 没有起争执 只是我那丫头 有一些憨 记着我的吩咐 直接就把马婆子 带来了 儿神那边的丫鬟 去追 不小心跌倒了 灯笼起火烧了头发 虽然人没大事 可女孩家头发烧了 太难看了 我怕 怕儿神会恼了我 怎么会呢 你二神 不会为一个下人 恼了你的 老夫人强忍着 抽动嘴角的冲动 真的吗 真妙一脸欣喜 真的 老夫人重重点头 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了 你二神 想来把大郎 当亲儿子看待的 大郎才五六岁的时候 你二叔就张罗着 给他请先生了 二叔二神真好 这下我就放心了 真妙甜甜一笑 然后抱着老夫人胳膊道 祖母 明日孙夕 给您做荷叶糕啊 好 老夫人笑着点头 做老人的 最愿意看到的就是 儿孙满堂 子孙和睦了 老夫人 二夫人过来了 红喜进来禀告 让他进来 天客 田氏快不进来 直接就跪了下来 老夫人 这么晚了 儿媳还来打扰您休息 实在是对不住了 真妙慌忙避开 二神 您折煞之息了 田氏这才发现 真妙也在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小蹄子 这小蹄子是催命鬼不成 怎么到哪儿 他都在呢 最恶人的 还是向他行了一礼 田氏有一些狼狈的 站了起来 还没有等说话 老夫人就笑道 田氏你来了正好 大郎媳妇 还担心你那丫鬟 头发被火烧了 要恼她呢 你看把这孩子吓得 爸爸就来找我了 你快和他说说 田氏像是胸口 被人打了一拳 这还说个屁呀 话都让他说了 只得干笑道 不过是个吓人 二神 那会恼你呢 气死他了好吗 田氏 这么晚了 你过来有什么事 老夫人开口问道 田氏欲哭无泪 他这么晚了过来 当然是告状 外交要人呢 现在告状不成了 那就只剩下要人 老夫人 二婶查到针线房的 配线婆子 是投进的丫头的干娘 就想叫她过去问问 看能不能查出 什么线索来 没想到大郎媳妇 把马婆子叫过去了 二婶 我也是查出 马婆子和小红的关系呢 这妙露出惊喜的笑容 田氏鹅角轻轻跳了跳 这种我和你 真是心有灵犀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明明是和自己抢人呢 这个伪善的丫头 田氏露出为难的笑容 老夫人 您让儿媳负责查秋千这事 只是这线索就在马婆子身上了 您看 这妙马上露出你赚大了的表情 安慰道 二婶 你别着急 大郎是锦铃威的指挥天使 最擅长问暗了 没准 等会儿就问出消息了 您放心吧 田氏身子晃了晃 强忍着没有变脸色 她怕的就是这个 那幕后之人是她的亲生女儿 田氏 你这脸色还有一些难看 是身体美好利落吧 要不这样 这些柿子 让宋氏给你帮把手吧 田氏白着一张脸 已经有一些摇摇欲坠了 合着她大晚上的跑来这一趟 所想的两件事 一见没成 管家权还被分走了一半 这么多年 住了她怀孕生产的时候 宋氏何曾沾过管家的边 田氏猛地想到一件事 便将贺家跳来人 坏了 要是宋氏也管着一半的家 她再想把那门婚事 推到三房身上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田氏有吐血的冲动 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老夫人 田氏嘴张了张 却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 要知道 她可是带世子如亲子 毕竟为国公府打算的二夫人 怎么能为了个管家权 争来争去呢 田氏心里憋屈得要死 有机无力地倒 多谢老夫人体恤而息了 只是 要累这三弟妹了 老夫人很满意地笑 宋氏头衔那么久 也该操操心了 行了 这么晚了 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有什么事 明早再说 这庙脚步俐落 由情歌背着飞快地 消失在夜色中 只留下田氏 由着一个丫鬟扶着 前面一个小丫鬟提着灯 主仆三人在满天繁星的夜里 伸一脚浅一脚地往心远去 田氏仰头看了看深蓝色的夜幕 长叹一口气 只觉得再这样下去 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回了心园 正房灯卫星 二老爷一直等着 见田氏黑着脸进来 盲问 怎么样了 怎么样 田氏一声冷笑 满肚子火终于发了出来 老爷 再这样下去 我等不到当上国公夫人 就得被真实那个小蹄子给气死了 田氏到竹筒般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抱怨道 老爷 这可是您当初定下来的亲事 现在可倒好 没有坏海沉那位 倒是成了我们的扫把心了 二老爷听了也恼了 自打真妙进门 罗天成就高声 他在外面的一些布局 也没有以往顺利 总好像无形中有什么牵制者一样 好几次针对大郎的事情 都莫名其妙地黄了 心里正忌讳着 没想到这蠢婆娘 连内宅这点事都处理不好 田氏 这内宅知事你都处理不好 还妄想着更进一步 就是给你那个位置 你做的 田氏冷笑 老爷 您后悔了吗 数经后悔也晚了 二老爷只是田氏 神情变化莫测 当初 当初若不是田氏 对自己说了那番话 他又怎么会下定决心 对大哥唯一留下的儿子出手 可一步步走来 却是不能回头了 大郎要是从佩仙婆子口中问出什么来 你打算如何 二老爷声音低沉 田氏起了身 老爷您些歇着 我去安排一下 新元镇屋的灯终于灭了 一间耳房的灯却亮了起来 真妙回了清风堂 等白烧把他头发疏通了 罗天成这才进了屋 挥挥手让屋里伺候的丫鬟们退一下 真妙笑咪咪地问 世子 问出什么来了吗 罗天成迷失真妙的笑脸 心里暗想 怎么他就不知仇呢 马婆子交代说 是二方的方嬷嬷收益 方嬷嬷 真妙皱了眉 露出不解的神色 三姑娘的奶娘 罗天成哑然 你怎么知道 要知道连她都是特意询问了 才知晓 方嬷嬷是三妹的奶娘 三妹只是一个庶女 如今才六岁 她哪会关注伺候她的 都是哪一些人呢 真妙从衣袖里 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册子 翻给罗天成看 那本记载着管师媳妇的小册子 已经背完了 这一本是记载 各位主子身边大丫鬟和管师摸摸的 以为这个 罗天成震惊了 真妙皱了起来 好难背 我一共写了十本 这才背到第三本 我功夫里人太多 主子也多 她就说 嫁个地主家最省心了 吃穿不愁 人口还简单 估计背上一本定够用了 罗天成一直盯着真妙 细微表情难逃她的眼睛 诡异的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不由气节 这种您因为家里人多 就被嫌弃了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用了点手段 马婆子说的话 应该是实话 所以这事 恐怕就是这样 田氏真是好歹毒的心肠 出手还用三妹的人 想到这里 罗天成嘴角翘了翘 不过三妹 也是二叔的亲生女儿 不是吗 看着罗天成 那阴暗的样子 真妙嫌弃的 别开了眼 怎么办 他还是喜欢 蒋表哥那种 干净清澈的美少年 或者二伯那种 折仙般的美大叔 完全不好他这一款呀 真是 罗天成 眼睛眯了起来 那些乱糟糟的想法 顿时抛到了旧小云外 只觉得眼前人的动作 实在让他有一些不舒服 啊 像什么呢 我在想 等秋天了 就可以请大哥表哥 他们来吃火锅啦 真妙顺嘴回道 随后觉得屋内气氛一冷 请你表哥他们吃火锅 罗天成只觉得一把怒火 在心口烧 猛然站了起来往外走 哎 世子 你去哪儿 罗天成一声冷笑 去碧月那儿 请表哥吃火锅 那他就去睡通房 真妙露出诧异的神色 碧月 碧月不是被发卖了吗 罗天成嘴角抽了抽 他都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 弄得他连通房的名字和人都对不上了 那就去落叶那儿吧 你赶你去吧 罗天成奔着脸道 真妙脸色满然一变 不行 说着就起身想拉住罗天成 却忘了脚伤 一触地钻心的疼 不由哀悠一声 罗天成一个剑步冲来 弯腰把人抱起 眼底深处喜色涌现 声音不由放手了 急什么 不想让他去就直说嘛 看来还懂得吃醋 罗天成忽然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看着怀里的人 眼神有一些声 真妙怕摔下去 紧紧搂着罗天成的脖子 小心翼翼道 世子 那个成余的小日子刚过 你要是想去 追去他那吧 罗天成脸色发黑 咬牙切似的道 知道了 这就去 说着就把怀中的人 往床塌上揣去 真妙还紧紧搂着罗天成脖子 这样一来 身子陡然悬空 下意识地 就双腿连踢带顿 无比利落地 攀出了对方的腰 罗天成身子一僵 瞬间有了一个 长时间没有得到 输简的男人 最真实且正常的反应 真妙觉得个得慌 不由动了动身子 然后觉得小夫那里的 凶器更硬了 不由低头看 罗天成 尴尬欲绝 伸了手 就闷住真妙的眼睛 然后把他放到床上 死命扒开 掺住他的手脚 自己也顺便躺下了 只是背着人 休脑得不说话 真妙拖着腮 盯着背对着他 一动不动的人 在寂静的夜里 常常叹了一口气 这么久了 他以为已经治愈了 原来还得吃药 罗天成回过身来 你叹什么气 真妙觉得有一些委屈 世子 你说过只和明媒 正娶的妻子在一起 不睡通房的 原来那是在你 我不生气的时候说的 你看我不顺眼了 生气了 却还要去睡通房 罗天成被他控诉的 语气打败了 为什么别的女人 那藏着掖着的 善毒之心 到他这里 却是这么的理直气壮 如果我去睡了 你打算怎么办 不让我进房了 罗天成忽然想知道答案 真妙垂了眼 不会啊 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哪有不让你进房门的道理 会不会再吐他一生 他可不管了 这种事 没有哪个女人会高兴的 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 只是有的女人咬牙隐身 有的女人不得不大度罢了 至于介不介意 高不高兴 完全没有必要说出来 最关键的是这个男人 在不在乎你的情绪 真妙直言 只是觉得对方 不守信用罢了 沉默了一会儿 罗天成的声音响起 放心 我不是触耳反耳的 啊 罗天成叹气 快点讲大吧 啊 真妙反应过来 低头看了看 一马平川的胸部 气得翻了个身 闷声道 睡吧 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用了太妃的方子 怎么只觉得那里又疼又痒 就是不见别的动静呢 日子没法过的真妙 第二日起了个大早 让夜阴和雀儿去采了新鲜的荷叶来 然后指挥着清歌做了荷叶糕 带着去了一安堂 天越来越热 走了那么一段距离 还是浮在清歌背上 真妙脸上就出了汗 抬头看看白花花的天空 叹了一口气 那批冰箱碧螺不能压箱底了 好东西不用就是浪费 进了一安堂的门 一股清凉之气就传来 真妙舒适地呼了一口气 笑咪咪地走过去 祖母 孙喜给您请安了 还是您这里舒坦 孙喜等会儿都不想走了 不想走 就留下吃饭 老夫人似乎心情不错 放下正在看的帖子笑道 真妙瞟了那帖子一眼 浅黄色压海唐花纹的图案 看起来就精致贵重 老夫人开口道 是一个老姐妹下的帖子 要我去进泉山庄避暑的 说着就整不住笑了 她这个老姐妹是将军府的老太君 二人是手帕脚 后来所嫁的夫君都是五官 就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到了这把年纪就极为难得了 我去远离 我去远离 你为了 我去远离 我去远离 你为了